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总体经济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参与我们总体经营学第七奖商品市场的讨论 那在进行第七奖之前呢 给同学一个诚恳的建议 因为从第七奖开始要进入我们这本书 也就是总体经营学的最主要的内容 有关总体经济模型的介绍跟它的应用 所以在同学参与以后的这几章的章节讨论之前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回去看我们第一章 有关各个部门跟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对这个市场跟部门之间关系 能有更深刻了解的时候 那对我们以后的探讨可能会更加的顺利 那我们以前就在前几章里面 我们谈了一些总体经济学的各个主要的变数 例如说国民所得物价水准工资率利率水准等等的 那从这个章节开始 我们就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这些主要的总体经济变数 它是怎么如何来决定的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第七奖 就是看一下商品市场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单元目标 就是我们这一个讲词 希望同学能够学到些什么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知道说 构成商品市场需求的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家计单位的消费 那还有厂商的投资 政府部门购买支出的它的意义 那第二个当然是要了解古典学派与凯因斯学派 对总和供给看法的差异 那第三个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知道 古典学派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 那第四个是能够知道凯因斯学派 认为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什么 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呢 那当然我们的课程 这一站课程的授课大纲 当然就是围绕这些单元目标在进行 那我们先秀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授课大纲 第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市场的需求的部分 那当然就包含了消费 投资 政府支出 那另外第二个当然就是商品市场的攻击 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商品市场产出是怎么来的 那接下来的两节 当然我们就要看一下 在不同的条件之下 我们要分别去看古典学派 对商品市场均衡的看法 另外我们最后要看一下凯因斯学派 对商品市场均衡的看法有什么差异 最后比较他们的差异之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商品市场的需求面的部分 当然这边就要介绍 家计单位的消费 厂商的投资跟政府部门的支出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家计单位的消费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知道 家计单位在消费商品的时候 就如我们一般 我们的个人就是所谓的家计单位 当我们要去消费财货的时候 用什么消费 当然是用我们的所得 可是我们的所得 不是单纯我们所赚大的 因为我们赚到的部分 政府要科租税的 更何况有可能会 政府会给我们所谓的 移转性的收入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家计单位的所得 也就是所谓可支配所得 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所得 再加上政府的移转支出 再减掉政府所要科增的租税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可支配所得 那一般来讲 我们的消费 就是受这个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好所以呢 当我们认识了 这个所谓的可支配所得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 透过所谓的行为方程式 我们去描述一下 家计单位的消费支出 是怎么来形成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你的所得越高 可支配所得越高的话 那你的消费也就会越高 所以呢 在总体经济学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消费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以下在我们的荧幕上面 所看到的 这个消费函数的一个形态 就是消费函数 这个消费等号的右手 左手边是个消费的概念 那消费呢 在左手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而且当可支配所得越高的时候 消费相对也就越高 同样的道理 可支配所得越低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消费也就会越低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关 家计单位消费的一个基本想法 就是消费会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另外一个有关商品市场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厂商的投资 那在投资方面 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 一般投资当然是受利率的影响 所以投资需求就是利率的函数 那可是为什么投资会受利率的影响 相信各位同学都可以知道 投资需要什么 需要资金 那资金就需要什么 需要付利息 那利息跟利息最重要就是什么 就是利率水准 好 那同样的 当你投资需要成本 需要支付利息的时候 同样的你投资就有报酬 那我们报酬是来自于什么 我们就有所谓的报酬率 所以当一个计划的报酬率 高于你借资金的成本 也就是利息支出 也就是利率的时候 报酬率大于利率的时候 那一般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这个计划就是可以值得投资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分别来说 如果你有投资一个计划 那你就有个报酬收入 那这个报酬收入的折现值 它就会等于报酬率 乘上投资的金额 再乘上折现的因子 那你的资金的成本 就会是等于利率 乘上贷款金额 乘上折现因子 所以由这个上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报酬率大于投资的话 那就是代表报酬的总收入 会大于资金的总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就代表这个计划 是值得投资的 反之那就是不值得投资的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投不投资其实跟利率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那当一个投资的报酬率 大于他所需要付的成本 利率水准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投资 那么可是厂商在追求利润 极大化的过程当中 他只要有利润 也就报酬率大于投资 他就继续投资 所以他会一直投资 投资到什么 投资到那个计划的投资 报酬率 刚好等于市场利率的时候 他的利润就会最大 他才会停止投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投资是市场利率 也就利率水准的因子 而且利率越高 投资会越低 只是在这里要特别 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说 当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们赚的是要赚什么 是要赚实质的 也就实际的赚 所以当我们有通货膨胀存在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们所赚的 我们一般所赚的 明目的利率 就不再是我们真正所赚的 因为一般我们可以知道 当通货膨胀存在的时候 那么实质利率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我们的明目利率 减掉预期通货膨胀率 例如说我们的明目利率是10%的时候 那如果通货膨胀率是4%的话 那么实质利率就应该是6%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报酬率是在追求实质的利率水准 所以最后我们的投资 也就是实质利率的函数 而且是一个负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把这个投资的函数写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投资它是利率函数 而且是实质的利率函数 而且当利率上升 实质利率上升的时候 那我们的投资就会跟着下跌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厂商的投资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进一步介绍一下 最后的一个所谓的政府的购买性支出 什么是政府的购买性支出 其实相对来讲 就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例如说政府购买书籍 购买图书 购买枪炮 弹药等等的 这个我们都称为什么 称为政府的购买性的支出 那政府的购买性支出以外 除了这个支出以外 当然还有一种所谓的移转性支出 那我们在前面在谈可支配所得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说了 政府的可支配所得 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特别去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是放在 所谓的净租税收入里面 也就是我们所得减掉租税的部分 这个租税其实已经把 政府移转给我们的收入扣掉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租税 就我们所谓的租税 在总体经济里面所看到的租税 其实它是个净租税的概念 也就是它扣除了政府移转给 假期单位的移转支出了 这是要特别跟同学提醒的 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政府有政府的支出 它也有它的租税 可是在不同的学派里面 对政府的支出或政府的租税 一般我们都假设 政府的支出它原则上是 透过政府的预算来决定的 所以一般来讲是要看 政府要编列多少预算 做多少事 所以它一般来讲是不会受市场之间的 不会受市场的变数之间的影响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支出会既定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讨论 好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来参与我们总体经营学讨论 刚刚我们谈到了政府的支出 是一个既定的外生的变数 也就是说它不受经济 总体经济变数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谈一下 那政府的租税是什么 跟政府支出之间 它们有什么关系 一般来讲政府的支出或租税 它都需要透过预算书的形成 那在预算里面 在预算书里面 如果政府的支出大于租税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预算 它是所谓的一个次次预算 也就代表政府的租税收入 不足以因应政府的支出 那相对的我们有所谓的盈与预算 或所谓的平衡预算 那可是当我这个预算执行以后 如果这个预算执行以后发现 政府的支出是远大于租税的时候 那我们就称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预算次次 也就是政府执行预算以后发生了次次 钱不够用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一般来讲政府就发行公债 像家计单位或厂商去筹措资金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政府消费支出的部分 所以透过这三个 有所谓的消费投资跟政府支出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一个封闭体系 不包含国外部门的状况之下 国内的总体的整个的总需求 就是商品的总需求 就是由消费投资跟政府支出所构成的 那对总体已经在对商品市场的需求 有所认知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商品市场的供给 也就是商品市场 这些商品它是什么生产出来的 那当然一定是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生产函数而来的 那什么叫生产函数呢 生产函数当然是投入生产要素 透过某种生产技术 而能够得到了最大的产出 那在总体经济学里面 生产投入是什么 可能就是劳动跟资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总和 生产函数的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式子里面 等号的左手边是个Y 它代表一个产出 商品市场的产出 等号的右手边的函数形态F of 那个是代表一个生产技术水准 那其中的L跟K 就代表我们生产要素的投入 分别是劳动跟资本 例如说资本就是厂房设备等等的 好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固定好了 资本的投入固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随着劳动均衡的数量的改变 那我们的产出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呢当我们劳动攻击 等劳动需求的时候 我就可以决定出一个均衡的就业量 均衡的工资水准 当有这个均衡就业量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均衡的产出是多少 所以当我们去发现说 当我物价水准在改变的时候 它如何去影响劳动市场 它如何进一步去影响 均衡的就业量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知道 均衡的产出会受到如何的影响 那我就可以知道 价格跟产出之间的关系 这是总和生产函数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种看法之下 古典学派跟卡因斯学派 对物价对均衡 这个物价对均衡就业量的影响 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看法 以古典学派来看 古典学派认为 价格机能可以完全充分的调整 所以不管价格怎么变 不管物价水准如何调整 明目工资率 它可以完全深缩的调整 也就代表是说 劳动攻击者 他所面对的实质工资率都不变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均衡就业量也就永远不变 不管物价水准怎么变 均衡的就业量不会变 所以均衡的产出也就不会变 所以古典学派认为 均衡就业量 永远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所以产出也永远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的产出 也就是跟各位同学说的 在古典学派的精神里面 它的总和供给曲线 是一个垂直线 总产出 总产出 它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这是第一个想法 那第二个 凯因斯就完全不一样 在凯因斯那个年代里面 刚好发生世界经济大恐慌 在那年代里面有大量大量的失业存在 所以只要厂商愿意生产 市场有了需求 厂商就愿意生产 价格并不会变动 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 凯因斯学派 极端凯因斯学派 他就认为物价水准是什么 是僵固的 是固定不会变的 所以只要有供 只要有需求 那么产出就会一直跟着上来 这个也就是凯因斯的 所谓有效需求理论的想法 所以在极端凯因斯里面 他们认为 总和供给曲线 它可能是呈现水平线的 它是呈现一条水平的 所以在古典学派跟凯因斯学派 对总和供给曲线 不同的看法之下 那商品市场均衡 也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在了解了 总和供给跟总和需求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 商品市场均衡的情形 那就均衡条件而言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典学派的想法 就古典学派来看 一样在供给面 在需求面 我们在前面有看到 整个需求就是什么 就是C加I加G 就是消费加投资 加政府支出 那我们知道消费是受 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那投资是受利率的影响 那我们的政府支出 是一个外申固定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古典学派来讲 我们可以把他的商品需求方程式 写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非常一目了然 就是说 整个有效需求呢 是受消费支出 还有投资 还有政府支出的影响 其中消费受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那投资是受利率的影响 政府支出是个外申既定的 那这个是在需求面的部分 那另外在供给面 我们可以知道 刚刚我们讨论了 古典学派认为供给是什么 是固定的 所以在供给面而言 它的供给 整个的产品的供给 就是会在一个所谓的 完全竞争市场产出之下的 也就YS 会等于YF吧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充分就业产出之下的 好 那如果产品市场要均衡 那当然就是要把什么 把我们刚刚讲的有效需求 就商品的需求 跟商品的供给 总结合在一起 就是代表古典市场的一个商品市场的一个均衡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就供给而言 这个产出是一个固定的 所以在等号的左手边 我们可以知道 当商品的总和供给是固定的时候 那么相对的 到最后整个的产品的厂商 国民所得也会就会固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整个的古典学派的精神 商品市场均衡 完全决定在什么 完全决定在一个利率水准之上 当利率水准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商品市场 它又久了可能会不均衡 也就是说 商品市场均衡的话 那就会存在一个 让商品市场均衡的一个利率水准 反过来说 古典学派就古典学派的认知 利率是决定在商品市场的 这是古典学派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所谓的Y 等于C加I加G 这个概念 我们稍微做一个整理 我们如果把C跟G 就是政府的支出跟消费 加借单位消费 移到等号的左手边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是一个Y减C 可以变成是个Y减C减G 等于I的部分 也就是Y减C减G是什么 是整个的产出减掉民间的消费 减掉政府的消费 这个我们称为国民储蓄 国民储蓄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投资 国民储蓄会等于投资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 把国民储蓄再稍微做一个化钱 我们就会发现 国民储蓄会等于私人储蓄 加政府储蓄 那要等于投资 那不管anyway 不管怎么样都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储蓄 要等于投资 那储蓄跟什么有关呢 储蓄是跟所得有关 储蓄是跟所得有关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储蓄又是固定 为什么因为所得是固定 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Y bar减掉C of Y bar减T bar 再减掉一个G bar 这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的国民储蓄是固定的 那右手边等于右手边 就是一个投资 所以均衡的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储蓄要等于投资 所以我就可以解出一个 所谓的均衡利率水准 解出一个均衡利率水准 这是古典学派 对商品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那刚刚我们谈到的储蓄 国民储蓄等于投资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利用图7-1 我们来加以说明一下 这个图是古典学派的 商品市场均衡 那我们可以知道储蓄 它是不受利率影响 它是固定的 因为所得固定 那可是投资是受利率的影响 它是富函数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当商品市场要均衡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均衡的利率水准会出现 好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想法 那如果我们的储蓄 也就是消费也受利率影响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储蓄也受利率影响的话 那这个结论会不会改变 那我一样我们用图形来加以说明 好 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储蓄也受利率影响 那我们可以知道利率越高 我们的储蓄也就越高 所以这种状况它是个正函数的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一样的道理 有个投资 有个储蓄 那均衡的时候 还是发生在这个利率水准之上 那以上就是我们古典学派的一个 商品市场一个均衡条件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进行回来讨论 卡因斯学派的部分 好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来 我们来讨论商品市场 最后一个所谓的 凯因斯的商品市场均衡的想法 那凯因斯市场的均衡的想法 一样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 就凯因斯来看的话 整个的需求一样 是消费家 投资家 政府支出 可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消费函数里面 凯因斯认为消费函数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凯因斯的消费函数的处理 凯因斯的消费函数 虽然一样 也是认为它是可支配所得的影响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在于说 凯因斯认为整个消费 它是一个线性的 是个可支配所得的线性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 A是什么 A是自发性的消费 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所得 你还是要消费 例如说你要维持生活 好 那后面呢 后面是一个所谓的诱发性的消费 所以可支配所得增加 你的消费会增加 消费增加比例是多少 是B 那这个B是怎样 是介于0跟1之间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可支配所得增加的时候 你不会全部拿去消费 你有可能怎样 消费B B单位 例如说B等0.8 那就代表你 所得增加一块钱的时候 你会消费0.8块钱 剩下的0.2块钱 你会做什么 对的 拿去储蓄 所以在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他认为消费是个现行的函数 那另外一个 谈到投资的时候 凯因斯在那个年代里面 他跟古典学派不太一样 在凯因斯那个年代里面 因为有世界经济大恐慌 有大量的失业 所以一般的厂商并没有 有诱因去进行投资 所以如果有投资的话 那个也是个别的厂商 在既定的情况之下的投资 也就是说 那个投资是不受利率影响的 他本来就想投资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凯因斯认为他的投资 在那个环境里面 投资是个固定的 不像古典学派认为 投资是利率函数 不是的 那当然没有对跟错 这是因为 时代背景的不同 好 那所以凯因斯的投资 是固定函数 那凯因斯的 在政府支出方面 当然也跟其他的经济学者 就是总体经济学派 一样认为政府支出是固定的 或者是甚至于租税 也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总和需求来看的话 凯因斯的总和需求 就是一样是消费 加投资 加政府支出 只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他的投资 跟政府支出都是固定的 而且他的消费支出形态 那个函数形态 是确定的 是个线性的 消费形态 那另外有了需求以外 接下来我们就谈 好 那凯因斯认为的供给呢 我们可以知道 从我们刚刚 对供给的看法以外 我们可以知道 供给曲线 在凯因斯的认为里面 它是什么 极端凯因斯里面认为 它是一个所谓的水平线 也就是说 只要有需求 就有供给 只要有需求 就会有供给 而这个也就是 我们一般称 凯因斯的这个理论 称为有效需求理论 最主要的来源 也就是说 只要有需求出现 那供给就会远远不断出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总和供给 永远会等于有效需求 只要有效需求增加 例如说它增加100 供给就会立刻跟着增加100 会如此不断的循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其实整个就是 所得会等于消费 会等于加投资 加政府支出 加政府支出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凯因斯的均衡这个现象里面 我们可以求出 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求出 所谓的均衡所得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唯一会影响这个均衡是什么 就是所得 就是所得 跟刚刚我们谈的古典学派不同 会决定古典学派均衡的是什么 是利率水准 那可是在凯因斯学派里面 不是 他是决定什么 决定在所得水准之上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解出一个均衡所得 就是解出一个Y star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Y star的这个方程式 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Y star 它有什么之间 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Y star呢 它会等号的右手边 它会有两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是1减B分之1 1减B分之1 那这1减B分之1 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自发性支出的乘数 乘数 那等号右手边的第二个括弧 是所谓的A减B A减掉B乘T 加上I加上G 这个部分称为什么 称为自发性的支出 那我们可以发现 当自发性支出改变的时候 那我的均衡所得也会跟着改 而且改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变数 是个乘数 也就是1减B分之1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 这个B 这个边际消费倾向 这个B是小于1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1减B是小于1的 也就是这个1减B分之1 这个数字是大于1的 也就代表说 我们自发性的支出 如果增加的话 那我的所得 均衡所得会是成什么 会成倍数的增加 会成倍数的增加 例如说我们如果假设 我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6 那其实我们就是 整个乘数就是 1减0.6分之1 也就是多少 也就是2.5 也就是2.5 所以当我们自发性支出 如果增加400万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所得会增加多少 就会增加400万乘上2.5 也就是差不多1000万左右 就1000万 那这个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所谓的支出乘数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凯因市的想法里面 很简单 只要自发性的支出增加 例如说政府的支出增加 投资增加 那透过乘数效果 透过一个乘数效果 一减1分之1 那整个均衡所得 就会跟着生产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凯因市的 一个基本想法 那同样道理 凯因市的均衡 我们也可以透过他的均衡市 Y等于C加I家居 把它换成是所谓的消费 所得减掉消费 减掉政府支出等于国民储蓄 而且它均衡的时候 要等于投资 可是不同地方是在于说 这个储蓄是什么 是所得的函数 是所得的函数 投资却是个固定的函数 所以当你要均衡的时候 储蓄要等于投资的时候 那就是要代表 要找到一个均衡的所得 要找到一个均衡的所得 好 那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分析 那往往在我们分析 凯因市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往往所用的模型 是所谓的45度线模型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利用45度线模型 如何去做所谓的均衡所得的 一个分析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就是 重轴是代表商品的需求跟攻击 横轴就是所谓的所得 那这条45度线 也就代表什么 代表所得会等于商品的需求 等于商品的攻击 也就是均衡的时候 一定要落在这条线上 那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的商品需求 有自发性的这个拮据 也就是A减掉B T加上I BAR加上G 那相对应的 随着所得再增加 我的诱发性的消费支出 诱发性的消费支出 也会再增加 所以我的商品需求 就是一条正协力的曲线 可是这个曲线的协力很重要 协力是多少 协力是B 那我们可以知道B是吗 B是小于1 小于1大于0的 所以这条线的协力 商品市场需求的协力 会小于这条协力 等于1的这条协力 均衡的协力 那均衡结果决定在哪 决定在这儿 就均衡所得 例如说当所得在这里的时候 那需求在哪 需求要这么多 那需求这么多的时候 均衡所得要多少 均衡所得要这么多 均衡所得要这么多的时候 需求在哪 需求在这 所以它就会不断的 不断的一直往里面说 就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所谓的均衡 那当我的自发性支出增加的时候 整个的商品的需求就怎样 就往上提升 就往上升 升到这条虚线 那均衡所得就怎样 就成倍数的增加 成到到另外一个 所谓的均衡点1prong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 分析凯因斯模型的时候 最常用的 那另外一个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 所谓的Bprong的话 斜率改变的话 那就整条斜率改变 达到另外一个均衡 好 那今天我们讨论 就是所谓的商品市场 均衡的部分 那欢迎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那下一周 下一讲次开始 我们大概就是要谈货币市场 谈货币市场需求 跟货币市场攻击 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